天火三玄变 我今天要定了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怎么 你就对别人的斗技 这么感兴趣 妖怪 去 终于找到你了 恶难毒体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 小一心姐姐的恶难毒体 怎么会是 倒击之色 小心 没关系了 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 反射了我的神志 但那时候的我 也绝不会不认识你 伤了他 别死 您何故许久未曾遇到 这等挑衅呢 有意思 若在 谁也没想伤你 城防的小子 这回 看你还有什么地牌 他若伤了 冰河谷 便也没了 三千雷坏身 空间绞尸了 独尸了 二 一 二 硝烟到底怎么了 古皇血精 原来他将这东西藏在一火中 如此浓郁的古皇血精 至少是窦尊截别的天妖皇血脉 才能提链而出 幸好先前面被搜查出来 不然被天妖皇族知道 窦尊截别的古皇血精落到他手里 怕是免不了一场不死不休的追杀 此事绝不可泄露出去 既然古皇血精已经被逼出来了 为何硝烟还这般痛苦 若老夫猜得没错 这古皇血精估计不止三滴 剩下的都还在他体验 先前他将古皇血精藏在一火之中 虽然躲过了搜查 但一火的高温 也让血精能量散发全身 如今想要彻底逼出 已无可能 我就不信 能把你提炼出来 还收拾不了你 汇聚一处 一蒙大尽 再次攻击 有效果 这骨黄血精 果然是提升人体强度的绝好灵药 糟了 骨黄血精的能量 太过狂躁庞大 说是吸收不稳 可就玩大了 他这是 想靠自己吸收掉骨黄血精 骨黄血精 虽然对提升人体强横程度 有极大的效果 可身体若承受不住 恐怕会暴体而亡 一点魔术血精而已 没那么夸张吧 而且有风险没在 肯定有办法救硝烟的 通过外力强行逼出血精 即便能救下硝烟 他也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伤势 恐怕 不知硝烟是否还有其他手段 目前只能静观其变 你们先去外面戒备 别让任何人靠近 社会 他的身体 明显承受不了这股庞大的能量 可思 又撑不住了 必须强行逼出大体内的骨毛血精了 药质的体积 绝对能在我手里出事 强行逼出血精会有不小风险 但能保你幸福 真是 幸好当初炼化了这堆古印 不然眼霞可找不到和金萱互不排斥 还能吸收掉过剩能量的东西 这 居然是天妖皇帝 药臣 即便是你我 想动天妖皇族的人都要思量一下 你这弟子还真是胆大 抱歉了 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无妨无妨 小家伙 你已经彻底吸收了骨黄血精 刚才的凤鸣龙音 每一样都是天下间一等一的音波 没想到你居然能同时拥有 我这龙音 来自当初的阴阳玄龙丹 但这凤鸣 难道是我吸收了骨黄血精的原因 没事就好 以后要小心使用这天妖皇翼 否则一旦被天妖皇族发现的话 会有大麻烦 没想到骨翼吸收了剩余的血精能量后 居然变强了这么多 想必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没想到你居然能成功吸收骨黄血精 你这家伙 亏我这么担心你 给我鸿飞这么难 身体被推练得这么可怕了 跟头魔兽似的 小炎 把你知道的和药臣有关的事 都告诉我 老师 那时老师为护我被魂殿抓走 老师他 他落入魂殿之手后 备受折磨 魂殿 老师跟你施不两立 韩风 这个臭伤 他竟敢施施 请暖 立刻传信同击韩风 老师就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风老 我早已为老师报仇血痕 韩风现在 也只剩下一道灵魂体够连残喘 快 快 小炎 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我 韩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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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居然敢对自己的老师出手 不要 不要杀我 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就要缠 请你们护 头脑且慢 眼下还须留他一名 只有他知道老师下落 对对对 我 我知道药臣被关在哪里 他 说 药臣现在被关押在何处 他现在被关在中州西域的明城 那里有魂殿的一座分殿 明城 没想到那里也有着魂殿的分殿 那座分殿一共几位尊老 一 一位 哼 你真当本尊对魂殿一点都不了解 魂殿分殿 再不计也有两位尊老级别的分殿主阵杀 更何况还关押着药臣这等内药士 韩凤 你还是贼心不死 先将那副手收起来吧 或许以后还有用 封老 您和老师早就与魂殿打过交道 当年 我隐约察觉魂殿在进行一个 需要不少炼药士才能完成的庞大计划 后来我和药臣在一次遗迹探险中 与魂殿交过手 恐怕就在那时 他被魂殿盯上了 原来 魂殿这么早就盯上老师了 药臣 莫非硝烟的老师 就是我们星云阁从未露面的阁主 药臣要尊者 阁主 当年药臣 与我一手创建星云阁 这些年虽然他失踪了 但我始终相信 他会回来的 阁主的位置 永远为他保留 旧药臣之事不能鲁莽 也不能传出半点风声 不然魂殿一旦转移药臣 要再寻找更加困难 可若是拖久了的话 我会先派人 将那座分殿的十里摸金 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 放心吧 药臣的炼丹术对魂殿还有用 他们不会轻易动他的 老夫接下来会先回星云阁 小家伙 你呢 小子想先去参加丹塔的丹会 丹会吗 药臣可曾是丹会冠军 你身为他的弟子 可不能落了他的名声 不过 我想你是为那三千燕炎火而去的吧 正如封老所言 这中州强者如愿 接下来营救老师 必会危险重重 只有尽快得到三千燕炎火 才有与斗尊强者的一战之力 是 这星云你拿着 之后若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 捏碎它 老夫就会凭借着感应找到你 多谢封老 好 官司小心 嗯 药臣能将坟爵交给你 足以见得他对你的重视 于我而言 老师早已和父亲一样 若是没有老师 就没有如今的我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救出老师 药臣没有看错人 我会尽快打探出魂殿 在明城的实力情况 也会联系与他交情不错的强者 到时同去营救 小子替老师 谢过封老 好了 时间紧迫 就各忙各地去吧 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记得捏碎星域 硝烟谨记 药臣 这么多年 总算有你的消息了 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 希望他们顺利替他丹城 小妍 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我要去丹塔 丹塔所在的地方 名为丹城 那里可是全大陆 炼药师最多的地方 即便是使用空间虫洞 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 那还等什么 走吧 不知焚烟谷寻找高阶炼药师 究竟所为何事 我家谷主大人 一直想炼制一枚 等级不低的丹药 不过他并非炼药师 这次便是要从 邀请的炼药师中 选出两位 助他一道炼制 若是成功 焚烟谷定有重限 原来还有挑选 当然 即使最后没有被选中 焚烟谷也不会让小友 白来一趟 前方便是我们焚烟谷的总部 坐稳了 言笑小友 小姐 吃火前来复命 小姐 天皇城所引荐的炼药大师 已经抵达 炼药大师这么年轻 赤火长老 你不会被骗了吧 小姐 严肖先生虽然年轻 但他已是六品炼药师 实力更达到斗宗界别 这般年纪便是斗宗 这位小友 还真是年轻有为啊 又是六品炼药师 又是斗宗的 赤火长老 你可别阴沟里翻船啊 啊 莫大师放心 老夫这点眼力还是具备的 啊 哈 嗯 蛤 大师 见过唐谷主 各位免礼 这位小友怎么称呼 在下言霄 见过唐谷主 谷主 这位小友乃天皇城举荐的炼药师 能够在晋级斗宗的同时 炼药术也有所成就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爹 别光听人耍几句嘴皮子就下定论 之前试过那么多次都失败了 活儿 不得无礼 年少小友 矫女如有冒犯 还请勿怪 唐谷主谬赞了 在下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 既然人已到齐 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 老夫需要炼这一枚丹药 而这枚丹药的品阶 算是七品高级 七品高级 炼药并非老夫所擅长 所以需要筛选两名炼药师 能够抵御我那九龙雷缸火的断烧 终于可以见识到九龙雷缸火了 话不多说 各位测试正式开始 这九龙雷缸火的龙威居然有震慑灵魂力的效果 九龙雷缸火 一火榜上排名第十二 如今一箭果然名不虚传哪 原来这才是九龙雷缸火的真身 今天真是来对了 不须死刑啊 大家召唤火焰一起上 说不定可以抵御住这九龙雷缸火 老夫心 现丑了 天寒火 据说蕴藏此射火的天鼓芒 只出现在古灵能够出现的区域 遇上天鼓芒 老夫已经算逃命了 没想到这天寒火 也与老师的古灵能火 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爹爹 看来幻大师可以勉强坚持下来 幻大师 您已通过考核 可以先休息了 幻大师已经通过测试 还有哪位大师愿意挑战 这 严肖小小友 可否医师 若是害怕了 现在走还来得及 不然一会儿被烧得连衣服都不舍 一火 衣服的事就不劳还操心了 这 这也是一火 有一火又能怎样 难道还能比九龙雷高火强吗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那就 开始吧 怎么会 九龙雷高火的一火能量 居然产生了如此暴动 怎么可能 这个年轻人 果然不简单啊 一火绑上 似乎没有这般色色的火焰 唯一与之相向的 便是排名第十九的青莲地心火 但即便是青莲地心火 也不至于让九龙雷高火这般忌惮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一火 是啊 他究竟是谁啊 潘谷主 不知道在下可算是通过了 那是自然 老夫有严肖小友和焰大师相助 成功几率大增啊 只要两位能助我炼制成功 报酬 唐某则会尽力满足 不知这报酬 可包括焰炎谷的一些功法 或是斗技 只要不是我焰炎谷的不传之秘即可 不知炎萧小友 看中了哪一种 天火三悬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